女子面膠得手髒款後 開心跑到三峽老街逛大街吃美食 結果馬上遭到警方盤差 香港來的 對 面對警方詢問 女子完全不怕 還吃起剛剛買的美食 你是用Visa免簽來的嗎 觀光 觀光簽證 二十四歲的拆取女子 上個月利用觀光簽證入境臺灣 從事短期打工 實際上就是依照詐騙集團指示 和被害人面膠取款 IG各種美食限時動態 還寫下倒數兩天一個人的旅程 十九號下午 蔡馴女子趁即將離台前的空檔 跑到三峽老街逛街 囂張PO網還打卡 但就是這個動作 被專案小組掌握行蹤 持居票 當場逮捕 蔡馴女子表示是看到臉書廣告 標榜有吃有住 還有錢拿的短期打工 工生不知道是詐騙工作 似乎被詐騙集團事先勤錢教育 不僅找來律師陪同 連和詐騙集團的對話記錄 也通通刪光光 儘管時刻否認 但罪證確鑿 想賴也賴不掉 港籍女子開心來一台 賺黑心錢 還到廟裡求籤 這下不僅回不了香港 還得進警局 閃銷孟國華雙雲新北昌報導